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又到了魔王仲介服務處的時間啦 今天也要幫小動物們找房子囉 幫每個客人找到最適合他們的房子就是我們的工作啦 那我們開始來幫柴姐佈置他的女僕咖啡廳吧 首先那壁紙我們選用骷髏壁紙 另外使用虎紋地板來強調柴姐的個性 再來從用餐區開始佈置 把餐館沙發 餐館餐桌 再來準備一個DIY作業台 為什麼需要DIY作業台呢? 因為備餐的時候需要用到嘛 再來是餐館迷紅燈招牌 再來使用這個黑色的書桌床組 牆上再掛個銅色系的餐館迷紅燈時鐘 最後再擺上辦活動時需要用到的DJ台 再來播放這首電吉他樂曲 這樣柴姐的女僕咖啡廳就大功告成啦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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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拍拖子嗎? 可以拍拖子嗎? 好嗎? 好嗎? ペペ應該拍拖子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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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開始來為湯姆的小木屋布置吧 首先呢 牆我們使用這個拼木牆 再來拼木地板 床鋪的部分我們使用這個鑄鐵木床鋪 先讓試睡原耳光來躺一下 接著我們在床邊放一個小型下牙色原地墊 接著放一個柴火暖爐 接著我們在牆上刮一個有小鹿花紋的壁毯 這樣大家就知道這裡是鹿在住的啦 再來放置一個幼木色的鑄鐵木櫥櫃 櫥櫃上我們可以放個料理秤 以及微波爐 一樣選擇幼木色的鑄鐵木廚房 幼木色的鑄鐵木收納推車 旁邊擺一台黑色的冰箱 另外再幫他準備一台義式咖啡機 再來幫他準備一張黑木色的搖椅 門口旁邊放一張古董玄關桌 接著在門口掛上小鹿裝飾品 另外不要忘記掛一個鑄鐵木石櫥在牆上 音樂播放的部分一樣交給手提唱片播放機 接著放點輕鬆的KK爵士樂 就大功告成啦 今天的第二位客人湯姆交屋成功 音樂播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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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ision 看看哪里 好 照片 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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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好 好 我是 本子 一 這 hunbert會被寒淚之下 我最好想遲了 綠色片是寒淚之 ilk走 郭忠 hypert saints 我以為初期arlos 醬物砍 那我們現在開始來幫翡翠的SPA工作室來佈置啦 首先牆紙我們使用植物圖案磚牆 地板則使用玫瑰木地板 為營造出一種度假風的氣氛 我們都是要來使用藤邊系列的傢俱 使用藤邊床譜 藤邊矮桌 藤邊邊桌 藤邊衣櫃 再放一個藤邊的梳妝台 房間角落我們來放一個絲欄點綴 再放個綠頭鴨造型的木雕鴨 放在邊桌上 牆上掛個椰子壁掛盆栽 再鋪一層植物圖案地毯 音樂播放的部分則使用高級音響 再播放翡翠喜歡的都市KK 這樣就大功告成啦 今天第三位客人翡翠交屋成功 這位客人翡翠交屋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地板則是選用停車場地板 接著放一張Toy床 車子旁邊放一個輪胎堆 修車需要工具 所以我們要放一個工具箱 可能會需要洗車 所以我們放一個花園水龍頭 還有一個捲管器 中間再佈置一個人孔蓋 汽油桶、鋼筋 再放一個白鐵水桶 三角錐 塑膠桶 最後再放一個泡澡汽油桶 音樂播放的部分則使用雙卡帶收音機 播放鼓列最喜歡的KK鄉村搖滾 這樣就完成啦 今天第四位客人鼓列交屋成功 我見到兩張熊搖滾 這邊看到雙卡帶收音機 看到雙卡帶收音機 在兩張熊搖滾 我們從中間點到半年 用 Wilhelm的燈裙去 去到半年 查給你 mots 聞聞說 大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